各位觀眾可能對板球這個運動不太熟悉 一聽到就覺得會不會很悶 一場球是不是要打四五天 但是今次香港板球總會 就第一次搞了一個香港快閃板球賽 那板球究竟為什麼可以快閃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香港快閃板球賽是香港首次舉辦的 聯盟制板球賽事 四支新成立的球隊經過投標的形式 找來四個班主管理 以選手會的形式 簡選球員 每隊由外國球員和本地球員組成 當中最有名的外國球星 就是大半年前退休的前澳洲國家隊隊隊長齊勒 我覺得很棒 我們剛才第一次贏 真的很興奮 我認識了很多隊伍 很多人 很棒的支持 所以很高興來從澳洲到來 我認為它是非常棒的 我認為它繼續增長 我認為它繼續增長 我認為這次有機會 是最多的 我認為這次有機會 就是特別是2020年 一開始 你會把那些比賽 你會失去 所以我以為這次有機會 我學生 West 其實昨天的賽事表現好一點 一個5個Over賽事裡面他也打了48分 今天是有點壓力 面對很多大師 所以他的情況有點失準 但是Over2個比賽來算 我覺得他累積得很好的經驗 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20個回合其實比賽節奏教人明快 其實我幾年前也有看過Hongar Cricket 6 那個節奏感是相似的 而且現在這個現場的氣氛 也都跟那時候九龍舞球會的氣氛一樣 其實20個Over賽事 就等同於差不多香港的普通本地觀眾 看一場足球賽或者排球賽一樣 我覺得這個空間對他們來說是適合的